我們的背景本來是一條左右的線 要把它變成像這樣的旋轉 本來像這樣的一條線 要把其他兩個眼睛閉起來 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有點像旋轉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旋轉的效果 該怎麼做其實非常簡單 在濾鏡裡面 題目裡面有提示給我們 第一個請你選正確的圖層 再來濾鏡裡面找到什麼 找到它要的那個扭曲裡面 有一個叫旋轉的效果 實際上就這一個 題目裡面有提示 旋轉效果按下去之後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調 不過當然它有那個 有一個什麼矩形到旋轉 就是整個旋轉 或者是旋轉到矩形 兩個效果不一樣 請記住選第一個就可以了 不過兩種效果你也可以都試一下 了解一下有什麼效果出現 有沒有它變一個旋轉 如果你再把眼睛這兩個打開 它就剛剛好完成的話 有沒有長的就跟我們最後完成 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最後也是一樣 這一題我想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自己在這玩玩看 裡面其實蠻多 主要我們還是針對什麼 像濾鏡裡面這些效果 如果你想要什麼樣的效果 你就很清楚說 原來哪個效果 其實做出來有哪些效果 就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樣的變化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 最後這一題請各位把它存成 另存新檔 把這一題的話呢 存成202 OK 那今天的話 畫面先換給各位 今天的話大概就是做兩題 就好了 基本上呢 把這兩題做完 然後呢 我已經在Poto上面了 已經開好那個空間了 好